善用兵者為什麼跟修道而保法有關呢? 什麼是修道而保法? 孫子兵法有時候的道是怎麼說的? 令兵與上同義者也 有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可以讓上下能夠同心的 那個東西叫什麼?叫道 所以 將領他必須要對內能夠標舉出一個道 一個說法、一個論述、一個理論 一個可以讓大家人心狙擊在一起的一種說法 願景也好、信念也罷 反正是國家的一個方向、軍隊的目標 讓大家一想到這個目標 大家願意集結在將領的四周 這是道 有沒有辦法去修出這個道出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有人說其實一個軍隊決戰敗 決戰、決勝 這個關鍵是什麼?就是這個道 你知道嗎? 一個公司能不能決勝、決敗的 這個關鍵在哪邊? 你是在這個道 不知道你們的想法嗎? 那個打仗的時候 演戲的時候打仗的時候 將軍一定要站在那個軍隊前面 講一些五四三的 然後讓大家一起往前衝 是啊 除了這個之外 將軍還要做什麼事? 為什麼降臨在戰場上的那麼重 你當公司的領導人 這方面一定體會很深 一定體會很深 公司的領導人像總經理、董事長 在這塊上頭 你會體會到修道的保法是公司 成敗 你可以為成敗的地方 在這五個字 修道的保法 所以我把它說先生之道 那修道的保法其實是自強不息的 修出一個蓋世的神功 並立合一 料想提醒 卻無令人知 卻不讓對手知道 所以 不輕易 不輕易透露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東西 其實這裡頭 台灣有一家公司叫 長春化工集團 有一個叫林書宏董事長 有誰聽過林書宏董事長 除非你那個唐宥比較熟 台灣一般人不太了解 聽過 聽過 聽過人不多 因為他這個長春集團 他不上市 可是他每年投資的資本支出 大概相當於一個資本兒 然後他非常重視公安 他非常尊敬同業 他不喜歡出名 他都比同業的薪資還能高出15% 所以當他公司裡頭 做事的員工 薪水都比別的工資還高 非常低調 包括房地產 不做股票投資 那你覺得這樣怎麼樣 你覺得這樣怎麼樣 這樣是不是太低調了 人生是不是太沒樂趣了 這個不太符合 這個現代商管上的家人家的行進 你覺得什麼 這套做法 是不是很類似於孫子兵法 那邊所講的 吳志林 吳永弓 過去戰勝不特 其所錯必勝 勝以待則也 為什麼所錯必勝 因為沒有主力 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而行 在什麼地方 你會碰到沒有任何的主力 哪個地方你沒有碰到任何的主力 各位同學有沒有這種經驗 什麼情況下沒有任何主力 有人說要成功 你要走一條主力最小的道路 請問你的主力大部分都來自哪裡 哪個地方沒有主力 一個人不意不識之處 正是那個人最錯弱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不想碰到任何主力 就是怎麼樣 走一條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察覺到的道路 所以戰勝不特 特就是出差錯 大家看一下這段文字 對手早已經變成是一個對你而言的話 很容易被你打敗的對手了 所以易勝者 因此戰勝者他的順利的形式 是怎麼樣的形式呢 不求志民 不求勇工 無聲無罪 強強吃三瓦光光 因此他的戰勝不會出差錯的 為什麼不會出差錯 因為他所經過的路 沒有遇到任何的主力 我們的主力大部分都來自哪裡 你知道嗎 是大自然給我們的主力嗎 是誰給我們的主力 是人給我們的主力 是人給我們的主力 市長我想請問一下 像那個前兩三年 我們一級的主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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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就是 害出 東高正 然後 反正 對於 他如果想要推行怎樣 企劃的時候 有可能可以 藉由他的 不小心 是啊 這個道理 還被犯了 是啊 這個道理其實 這麼多很清楚 樹大會招風對不對 所以不是 自古以來 先生先險不是叫我們要藏著嗎 要藏風 但是 道理大家都了解 這是誰幾個人做到 這要內在的 要他們成個肚氣 年輕人這點比較容易做到 年輕人聰明夠熱忱 幹勁十足 可是碰到這種地方 年輕人往往就要 經過很多人的煎熬 他才能慢慢把他火火挑進來 這才講火火的 所以徐松仁就莫名其妙就離開了 那你看 離開以後 你看統一7-11的聲勢 不是慢慢就被全家給取代了嗎 現在可以注意到 全家現在的聲勢 只是扶搖直上 然後你看全年 徐松仁去了以後 哇 也是如火如荼展開 統一現在馬上變得是暗然之色 傷悔而已 那徐松仁 說不定他是故意的 也不知道 但是你發覺 他怎麼會這樣 就這樣被替換掉 所以日後 其實我們從這裡可以學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想要安排出人生的一個戰局出來 這個戰局是設計出某一條道路出來 而這個道路呢 如果想要成功的機率比較高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力排一切主力 主力都是誰 主力 對不起 都是你的同事 說不定你的長官也是你的主力 你的部署說不定也是你的主力 好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啊 是不是 所以怎麼樣去排除掉人家的主力 這段文字可以給大家很深刻的體會 人家很多人說失敗 不是失敗在自己手上 而是失敗你最好的朋友 失敗在你的同事 所以怎麼樣去避免這樣的失敗 這段文字可以告訴我們一個同樣的故事 可是碰到另外一個新的狀況的時候 可能就不見得知道了 大家要注意名啊 跟公啊 雖然是好東西 但是呢 它一轉身的話 變成害人的東西 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陷害同事不要出名 陷害同事不要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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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對呀 無有功無致名 就是 不出名大概對一個人蠻難的 蠻難的 但是呢 如果可以有功 而不會讓人家 以你為目標 詳細打成你 強破壞你 就是變成要消除主力 很重要的地方 那怎麼樣去走這個道路 這個道路呢 就是剛剛所講的那句話 主力最小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或許應該改寫的 主力最小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是你 不義 不適的地方 有時候是最自大的時候 最自大的地方 你自大的地方 導致於你 沒有想到 導致你的不義跟不是 所以為什麼叫交者必敗 交者必敗 交者必敗的概念是說 因為 驕傲會使人家抓狂 抓狂的話 你的心思本來是很細密的 一驕傲以後 立刻膨脹 膨脹以後 那個縫 會變得很粗 很粗的話 很多東西 你就過濾過去 就不會想到 所以我們要過濾這些東西 必須要思路比較細密的時候 才能夠過濾出很多些雜誌 那 驕傲一定 驕傲一定會使人們的那個 毛細孔也好 那個心路的那個 那個孔 會放大 必然 所以才說 交者必敗 所以 常常要讓對手 驕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策略 沒錯 這就是講 基本的第一篇不是在講嗎 這個 卑而交織 讓自己很卑 其實目的就是要設計人家 讓對方還好 不要輕易上誕 你看他一個人都很謙卑 然後很哈呀 很彎 彎他的軀體的時候 要小心 對方在你面前 故意卑 其目的在哪裡 自保 然後 他說不定有一種想法 下意識裡頭 希望把你轟出來 讓你驕傲 社會上很多這樣的人 知道嗎 可是有很多人喜歡自己驕傲 那人很爽 他沒有想清楚 他真的沒有想清楚 你不要以為大家都想清楚了 很多時候 人對很多的細微的層面 不想清楚 我後來發現80%的人 很容易被弄驕傲 太太容易了 否則世界上成功的人就很多了 世界上真正成功的人不多 我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我的看法 不是說有錢就要成功 我講事業成功 有錢人很多 有錢人就等於成功嗎 如果你追求是金錢 那或許可以說 我變有錢了 可是很難講 他叫成功者 如果不是講那麼多 其實你剛剛講得很好 人是很容易被變成很驕傲 這確實是那種 所以被弄驕傲 變成一個戰術 變成是很厲害的一個戰術 戰略也可以 不過我希望能夠對你們帶來一些好處 我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怎麼樣 這段文字不是我講的 這段文字是孫子講的 我只把他的原意盡我之所能 讓各位了解 他的原意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聽了這個原意以後 要不要回饋一下呢 是吧 有什麼想法沒有 所以修道和保法都在談什麼 都在談內政 修道是內政 保法 法有內有外 法是制度 法是策略 法是操作 法是聲簽 法是組織 通通靜瓜在這個法裡頭 法是法律 通通叫法 但是法是錢 陛下講修道 道是講人心 孫必講過說 其實決勝敗的所有的關鍵 完全在於道 這個字 不知道各位同學同不同意 你們的體會深淺 就看你的火火了 一群人在一起 這一群人為什麼很有力量 另外一群人為什麼在一起 為什麼很鬆散 國家GDP上不起來 國家一片鬆散 任何政治沒法成平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這一群人 謀論的事都可以成 為什麼另外一群人 很鬆散 GDP搞不起來 國家變得鬆軟無力 連一個法案都通不過 因為文君者無道 那這樣不就變無道昏君了嗎 這個有沒有道的昏君 這個是一個罵人的話 但是我們現在講一個 稍微保守一點 就是說這一群人在一起 有沒有一個道 可以來號召所有的人的人性 讓他變成一條心 至少變成一個方向 那這個是決勝敗的關鍵 不知道各位 各位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你們在各位沒有做過事 沒有當過領導者的 你就會體會到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到 道有多重要 道是上下同意則也 凡是能夠使上下一條心的 那個東西就叫道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則也 多一個者 同意者 上下一條心的 那個東西叫道 你有沒有道 他說無道昏君 就是沒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一條心 台灣現在是很多新 大家都說是民主多元 民主多元很好聽 可是如果放在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太多新了 所以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凝聚 連一條法案都拖不過 拖不過的話 國家可能會有競爭力 一個國家一個團隊只需要一個東西就好 只需要一 抬一件東西出來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共同去效法 共同去遵守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到 所以要當領導人 一定要做這件事 不管你是哪一個公司 哪一個團隊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什麼東西的一群人在一起 你只要當上什麼長 什麼主席 你就想辦法把這一群人 從這一群人當中去找出一個 這可以讓大家共同會去在一起的一個東西 要把這個道找出來 這個是決勝的關鍵 那企業找不出來就會經常用什麼 用給你薪水高一點 然後用股票選擇選給你 是吧 用金錢希望能夠取代這個道 你覺得金錢可以變成道嗎 可以 大家為了賺錢 然後大家可以齊心協力嗎 可以啊 老師有一句話叫搶錢 搶糧 還有搶糧們 那可以號召士兵的心 是吧 那個是短期的 在某一個timing當中 他可以這樣喊 可是你要變成一個道的話 它一定必須要有某一種特性 這種特性是可以匯集人心的 所以我覺得院景跟企業文的話 是啊 那種東西 然後你還把它凝聚 變成一個有力量的一個目標 這叫道 道是決勝的關鍵 就像企業文化是決勝的關鍵 台灣為什麼老是一條決勝出不來 大家變得很多心很多疑 那日本人 日本人不是比我們還一些民主嗎 你看他們一年國會可以通過大概七八百條法案 韓國一年可以通過大概一千一到一千八 台灣一年通過幾條 還記得嗎 我跟你們看過了 大概一百到兩百 你看差這麼多 是通過少一點好 因為常打錯字 所以說我們的法案通不過 這代表大家不見得願意有一條心 所以這國家當然就不進步了 這很嚴重耶 所以你看我們結局落後 就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告訴你 天下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團體 所有的國家 其實都在這個地方 你一看所有的落後 GDP落後的國家 其實通通內部裡頭有太多的紛爭 太多的戰爭 太多的紛爭 太多的幫派 知道嗎 所以以後你要當了領導人 當了什麼長的話 要注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才決勝的關鍵 信不信由你 然後是 你說當上總統長 都要注意這個東西 可是你知道我們 我舉我們的例子 我們學校很多每個長方都有注意這件事 可是在上位者只要一句話 打破所有的項目 那是在上位者他不懂這個道理 其實在上位者要想辦法去營造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其實他一個小小的政策就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他比如說以前齊皇宮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說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宣布說 全天下的人 老百姓 不可以再穿紫色的衣服 有沒有 結果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結果就搞了很多的後遺症出來 一件小小的事 最影響到很多 你當領導人的話 不能不查 修道保法 才能為聖判之聖 請各位同學好好體會這五個字 所以林書宏說 要永續建營 就要永遠有新的產品出來 所以他每年都投資很多的資本下去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 他不喜歡用不是自己賺來的錢 意思是他不喜歡跟銀行借錢 不喜歡上市去募資 因為你上市募資的話 你股東很多人 分錢的人就變多了 然後講話聲音的人就有一點多 所以他不喜歡這樣做 所以他能夠把一個公司一直經營下來 讓每人都賺很多錢 他認為台灣大概僅次於台數股 這個化妝集團 所以修道保法 不為人知 各位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最值得現在講的是1979年的時候 鄧小明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 他就喊出十六字真言 善於所酌 絕不當頭 前面這一句話在幹什麼 前面這八個字是幹什麼 是不為人知 不要讓人家注意到你 那這樣就不會有阻力 然後後面這八個字是什麼 就是現在習近平在做的 有所作為 有所作為 人家開始就 形勢已經可以開始有所作為了 那我們台灣呢 台灣在幹什麼 台灣在很熱心的當一個熱帶國家 李嘉誠這段文字給各位年輕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他說 噓 請停止抱怨 你如果想過普通的生活 你就會遇到普通的挫折 你想過最好的生活 就會遇上最強的傷害 這世界很公平 你想到最好就一定會遇到最痛 能闖過去就贏家 闖不過去那就乖乖做普通人吧 所以所謂成功 不是看你有多聰明 也不是要你出賣自己 而是看你能否孝順度過難關 所以山峰有多高啊 深谷就有多深 老師你這句話是送給我的話 參考看看 所以不要抱怨 各位聰明姐 我不是說你抱怨 很多年輕人會一邊想要成功 一邊再怨嘆自己 不要 你要知道 山有多高 山谷就有多深 那這個是喬家 喬家大院的故事 各位聰明姐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講信 現在的企業還是可以講信 現在還沒有墮落到一個時代 連信都不停了 因為很多銀行都還是取名叫什麼信 信很重要 發展經濟沒有信不信 知道嗎 內部的員工人與人之間的往來 能夠凝聚要看信 所以那個時代 喬家大院 你們看過喬家大院那個故事嗎 那個是多久以前的故事啊 那是清朝清末的時候 道光啊 那個時候的 在山西那邊的故事 你看 他把他一理念啊 總結為信毅力 那很感人 那是第一代的創始人 叫喬貴發 附伍士兵喔 三號名字叫附聖功 他說寧可少賺錢不能失信 寧可不賺錢不能失信 寧可賠錢也不能失信 我們現在不把信當一對勝 我們現在不把信當一對勝 然後他成功了以後呢 他內部立下六大家規 這你們看看就好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變得像神話一般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說你PT就好 看看就好 那你要真的想成功的話 你家大業大 你就學學這個 我說王永信你看他是何等人物 他搞了四家五家四房五房 那現在不知道他有多少房 不知道 那你說他過去了 他留下的江山是何面目啊 當初他如果想想看 欸這個很有道理的話 他立出這樣的內規了 說不定今天才術就是另外一番格局的 你們看到 所以就看看你的理性有多高 你將來成功的 你要不要參考一下 那這就是他們怎麼會對社會的做法 都是很感人的 那累積了多少的 多少的 的這個行啊 我們這篇的行篇 這篇講的是怎麼累積你的實力 修道法法 累積你的實力 那你有了天下以後 你怎麼藏保你的天下啊 藏保不罪 就是永續經營 大家一天到底喜歡談的 是吧 有多少的企業 真的有去經營下來的 你看這些故事都很感人 啊 啊 特別你看看 他 八國聯軍 他還願意協助弱難者 這個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你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啊 為什麼 唐朝的李權 一個近乎像 像那個修道者 的一個 也是修道者 也是對兵法非常有深入研究的一個 他說啊 善用兵者 非信義不利 而後面的東西你們就比較不了解 非陰陽不勝 那什麼叫陰陽呢 非奇政不烈 奇政就是我們下一篇要講的奇政 啊 非詭訣不散 行事詭訣的時候可以混水摸魚 啊 行事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可以 有很大的商機 一樣的道理 第一句話倒是大家要研究一下 為什麼非信義不利呢 道 為什麼非信義不利 這地方是對誰講的 對部署啊 對部署 對這一部 對不對 所以一群人在一起 要如何讓這家公司這一群人 能夠真正的 站立起來 你知道這個道理在哪裡嗎 講信義 信義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齁 現在不都是講策略嗎 講資金嗎 講技術 講專利嗎 講人力資源嗎 可是你知道 所有這些東西的背後是什麼 那個源頭是什麼 信分義 非信義不利 這是千古的真理啊 你接不接受而已 你有沒有道的那個深度可以了解 我們第一篇講到 有七個那個七計有沒有 七計對不對 我那時候不是說 所有的部分 都要看這七計 所以這七計到最後都是講什麼 都是講信義 我講的是對內 對內如果讓大家變成有道 有一個可以令上下同意的東西出來 那個東西本身一定是信和義 對他來說非信義不利 可以接受嗎 現在同學的價值觀已經稍微有一點不太了解 信義 信義有用嗎 信義區的房子太貴了 信義 幹嘛講信義 要講如果踩著別人的肩膀跳上去 踩著人家的留下的先選 繼續往前走 還講信義 你的競爭對手可以這樣講 可是你身為 身為將領的人 身為CEO 你要了解 非信義不利的道理 你們了解這個道理嗎 可以接受嗎 有信義才會有一群人跟著你往前走 沒錯啊 但是有誰接受這樣的道理 福音這種真理 講信修義嗎 誰接納來 無信不義 現在職場上 一天到晚告訴人家 日本那個叫什麼 十倍奉返 加倍奉返 十倍奉返 教人家如果耍狠耍炸 耍狠耍炸不是對對手 而是對你自己的同事 因為你要升天上去 而且還對你的老闆 老闆對部署 通通都是不信不義啊 這家公司一看就知道 這家公司根本不能打上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接受 信義其實啊 如果不接受的話 人性一定會萬善 人性萬善 可能就會出現會出賣的人 因為老闆對我不義嘛 答應說要給我加薪的 現在別人來找我了 對不對 條件是什麼 把你老闆那個什麼的計畫 透露一下 你會不會說 你本來不想說 一想到老闆那天對我講的話 太不義了 你就說 加倍奉還 給你看看 人家都在這樣做 所以我做的 我做的沒有過分啊 所以這個老闆呢 其實他無形當中 他一立下了這個公司呢 患散的一個 一個根本的原因在 他渾然不知 欸有很多經營者 你看他很聰明啊 可是他對這個 到底不了解 對嗎 你知道嗎 蛤 什麼 真的 真的 是吧 這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 才會講真的啊 對不對 真的 所以對內呢 要如何把大家的心 大家能夠變成一個道 有一個道出來 鄰居上下同意 那個東西一定是建立在性跟義的基礎上 你跟太太 你結了婚跟先生 大家在一起 創立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有一天 能夠存活到二十年 存活三十年 存活到五十年 六十年 永續經營你的家庭 也是靠什麼 你知道嗎 也是靠 信和義 哪個地方不是 信義 把大家的人性把它連結在一起 哪個地方不是 所以 孫子最後 做個結論 他說 兵法有餘 一約度 二約糧 是一個想量才對 度生出量 量生出素 素生出秤 秤生出秤出來 這什麼叫度 他說氣度 高度 態度 你有什麼樣的高度 你就有什麼樣的什麼 有一句話 你有什麼樣的氣度 就有什麼樣的高度 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什麼叫度 度 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 它是用感覺 一種氣度 你拿不出來啊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度的概念 那度是怎麼產生的 所以說這個國家的軍隊的度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度 是由它的地 所生出來 地的大小 地靈人節 有沒有聽過 地形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接受 每一個國家的格局啊 跟它的地形很有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一些國家多災多難 永遠難成大局 你看它的地形 你拿到國家的地形 可以為這個國家算命 算一個運勢出來 這有這種學問 那地靈人節 就像風光明媚 山水非常優美的地方 都容易出人才 大家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地能夠生出一種度出來 一種無形的一種 細度也好 高度也好 一種態度也好 它可以生出一種無形的度出來 而這個度呢 就會慢慢產生出 累積出一種量出來 量呢 還沒有到達可以去 counce 可以去測量的階段 然後到達數的時候 數就會生出 量會生出數 數就是number啊 量叫quantity啊 quantity要把它變成number出來 這個number的時候 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蹭它了 就可以去較量 比比你看 你有多少部槍 我有多少支槍 我有多少門大炮 我有幾輛坦克車 我有多少部飛機 等等這些東西 就可以去比較了 蹭就是什麼 去較量 去比較 然後最後呢 這個較量比勝以後呢 比較以後 會生出一個勝的概念出來 現在講這段文字在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說 其實啊 對於兩邊站立 對於兩邊的形 得有一種衡量的話 先看什麼 先看它的度 因為度會生出量 量會生出數 數生出秤出來 秤就是對秤 一種比較較量 然後秤會生出什麼 秤出來 那度是一種無形的概念 那所以說呢 要看哪邊的軍隊的形 可以勝出的話 要先看哪邊的一種度 那這個度呢 根源是它的地 地就很廣啊 地有包括地形啊 包括地理位置啊 包括地下的資源啊 對不對 在阿拉伯這個世界裡頭 有好多的石油的運場 所以它的運場 它的地呢 就生出什麼 生出到某一種國家 它有非常多的石油 它靠主才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這個國家的法度啊 跟國家的一些思想啊 就是由它的地生出來的 決定出它的什麼樣的思想 跟它的法度 規模出來 然後衍生出來就是量跟數 最後 看它有什麼樣的trum 然後呢 增速勝出來 所以我們要看哪邊會打勝仗 要看形 這篇是形篇的話 要講呢 從無形的這個度上頭 去衡量出有形的這個概念出來 那這裡頭一個關鍵之言的講 是講累積 這個概念 所以 accumulate 什麼東西叫不斷的累積的 不是只有 one shot 不是one shot 不是one shot 不是one shot game 它是一樣的 辦法accumulate 好 當你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 然後 聖兵會贏的人 益是豬的24倍 然後豬是 益是豬的 對不起不是24 24的平方 24的平方是多少 576倍 因為益的話變成兩 兩變成豬 你知道嗎 所以益是24 一兩是24豬 所以益是576倍與豬 那豬如果你去配上益 如果你是益 對方是豬 所以你是聖兵 你怎麼會累積出 對方的576倍的實力出來呢 原來是日升月累的 一點一滴不斷累積出來的 的一個成果出來 那如果你是敗兵的話 要打上那一天 要開始叫人的時候 你發覺你的力量 是人家的576分之一 知道嗎 所以說這一天 告訴我們什麼概念呢 告訴我們累積的概念 要善於累積 那現在的企業經營概念 正好跟這不太一樣 你看我們現在講到ROE Return on Equity 那Return on Equity 都會告訴人們 如果你想要企業經營成功 CEO經營得好 有績效 我們是會願意 繼續跟你簽約 因為再聘兩年 再聘三年 都看什麼 都看Return on Equity Equity怎麼來的 這個Return怎麼來的 大家看在這一邊 這邊是道勝何故 日本的經營是聖 不是聖價的聖 是聖人的聖 他說 受到ROE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 企業紛紛將自由資金用在併購擴張 買公司的股票 消耗掉公司的激流 自由資金縮水等等 以追求短期利率最大化 從輕鬆而言 ROE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真正企業要專注的是長期的繁榮 穩定比什麼都還重要 企業必須要足夠的累積 累積就是儲蓄 以備任何衝擊 如果企業要累積的話 請問個人要不要儲蓄 家庭要不要儲蓄 可是對於個人而言的話 你想要保持家庭的長期繁榮 企業的經營繁榮 你要不要強調累積 有形的累積無形的累積 這在我們東方的企業經營的思想 是走這個道路 那這個是高生和夫他的經營觀 那同學大概不太習慣這樣的說法 但是不管個人也好或是企業也好 其實你手上有一筆隨時可以動用的現金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 它可以增加企業的可流動性 liquidity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 否則你會變成是難治破產 你要是赤字破產 你是難治破產 因為你沒有動的東西 動起來 所以強調什麼概念 強調要累積 所以行是要累積的 我們本編講行對不對 行編對不對 行是講什麼 講一種stock stock and flow 會計上的時候講stock and flow stock是什麼概念 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概念 flow是現金流量表的概念 所以你一定要累積每一段時間上 你看看你累積了多少有形無形的實力 最後他講 會勝的人 他打仗的時候 他說累積出來的行 就好像你把 你把很多的水累積在千刃之高的溪谷那邊 就很像你把一座水庫蓋在玉山上面一樣 那你把水庫蓋在玉山上面的話呢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行啊 那是什麼樣的行 那個行是你的力量 那麼樣的高 那麼樣的大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來代表你的行啊 是要這樣去累積的 要累積得又高然後又大 這個行的力量就不太壯觀 這是行的概念 所以這段文字的說明說 你要善於累積 累積會創造出你的實力出來 我也會存定 像這種概念 但是未會存定當然有好處有壞處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你要累積一種無形的一種實力出來 這種無形的實力就是 人心越來越靠攏 人心越來越聚集 變成一種無形的一種力量 所以你回顧 回顧先前我們所講的 這一篇的第一句話是說什麼 先為不可勝 以代彼此可勝 對不起 這一句話其實就縱觀了整篇的概念 什麼叫先為不可勝 先撞造出敵人不可以打勝我們 的一個條件和實力出來 所以開始就在講這個累積 一定要先從自己內在的力量去下手 去怎麼樣讓自己利於不敗之力 這樣才可能去追求先勝 那如果沒有準備好 就信奉說 反正攻擊攻擊再攻擊 這是求勝之道的話 那你就不斷地攻 你可能可以成功好幾次 可是當你碰到真正的對手的時候 你就大概打不下圈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跟我們的宿舍那邊 很多人一起快下棋 下好多棋 現在沒事的時候 你們現在大概不會下棋 我們下象棋 一盤接一盤這樣打 週末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很厲害 結果有一天碰到一個香港的喬聲 香港的喬聲 平常都不動 不動聲色 那有一天下了 跟我們應該下象棋 這老兄嘛不會像我們一開始 第一次抓中砲 中砲打過去 另外一次中砲再抓過來 連環砲 從頭打到尾 他是就這樣 這個冰上去 馬上去 那個 這個拘過來 炮該勝了就勝 該勝了就勝 完全就看你嚇什麼 他就一不一 一點殺氣都沒有 你覺得這個人到底在嚇什麼氣 剛開始你覺得好像不什麼好玩 你嚇了十步以後 你發現你的氣勢都動彈不得了 你才突然間發覺說 哇 你碰到一個高手 你碰到一座高山 所以你跟他嚇死盤 失敗通通輸 而且輸得莫名其妙 奇怪 我怎麼指 我都嚇不動 碰到高手 所以高手絕對不為了殺氣騰騰 殺氣騰騰 非高手 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有一天碰到高手的時候 所以說不定才會有這樣對稱的符合 這就是累積的概念 這是纖維不可勝 不會一下子就是殺氣騰騰騰 纖維不可勝 以待敵是可勝 所以你看看他下棋的時候 不會一下子要吃你 像我們一般人 下棋一下子吃對方 然後殺氣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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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千真萬確碰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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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各位好好參考一下 什麼叫做兵法 決勝之策 長之才能 省敵是強弱 斷地是行事 官時是遺利 先勝而後戰 這在講謀 守地而不失 視為必勝之道 孫病講的這段文字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說 是以決勝敗安危者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決定勝敗安危 是什麼東西決定勝敗安危 一般的人都講策略 一般人都講資金 一般人都講有形的東西 其實那個還不是講到最根本 最根本的地方 道 好 那我們怎麼理解它呢 就有概各位去想 為什麼道 上下一行 上下一行同意 可以把資金找回來 可以把策略生出來 可以讓專利可以造得出來 可以讓市場行銷戶戶有風 可以讓我們公司可以不斷地賺錢 都是從道這個地方生出來的 各位知道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你看成功的公司它一定有這個東西 懂不懂得 那蘋果的道是什麼 不知道 蘋果的道是什麼 你們告訴我 蘋果的道是什麼 不知道 蘋果沒有道嗎 沒有人知道它的道是什麼 那你想想它 它是什麼道 它不輕易外傳 不輕易外露 到現在為止 你還沒看到哪一個個案在研究蘋果 你有看過哪個個案研究蘋果嗎 你看到好多書 都好像稍微滑過去 畫過去蘋果的外表 像削過它一塊皮 可是你難也吃到它的核心 你不知道蘋果的內在是什麼 我們用它用得很快樂 它好多的風格 很多人在學習 它的風格是什麼風格 外在的風格是大家願意掏錢買它 可是幾個人在研究蘋果為什麼有這樣的風格 它的道是什麼 好問題 說出論可以研究它 那這段文字 你就發覺 這也是為將你應該做的事 謀生立元 李嘉誠這段文字 為在強調 這段文字就是孫子兵法 所以你不要以為孫子兵法 董孫子兵法是那個虎虎生風 然後撒氣騰騰的 然後講話很大聲 然後指揮千軍 以為這個叫做董孫子兵法 其實你慢慢了解以後 我相信你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董孫子兵法就是非常 看起來很低調 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 那一天到晚希望惹人家注意的人 它會創造出很多的阻力 它忽然不絕 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些好像不講話 很低調的 你看不起它 看它很低調 你不要認為它就沒什麼 其實這種都是暗藏絕世武功的人 像公夫 那麼變腿的頭 絕世武功的高手 很多都是這種累積人 絕世武功喔 不是一般的這種武功喔 要累積 要累積你看 這個各位自己看 以色列像這個國家 就值得大家去研究 以色列平常都缺水 所以它研究很多的省水工業出來 現在中國在上個禮拜突然間 習近平發出一個命令 說在2020年 五年以後 2020年 全中國所有的核酸 都必須要能夠親可見底 如果沒有做到 省長壞人 五年 現在開始整個省長都動起來了 核酸不可以有其他的顏色 只可以看到底下 要親可見底 做不到省長壞人 怎麼辦 大家正門掉到新疆去啊 不是 怎麼辦 開始找以色列 幫他們發展出 節水的工業 環保 把那個水啊 缺水的地方 因為中國長期也缺水啊 怎麼樣讓它變成是一個 油水的國家 以色列的金根啊 很厲害的 它那個稻啊 或是那個植物 它上面 有個水管 那個每滴滴水 都這樣一滴滴的灌漢 不像我們台灣 是整個水上撒下去 所以它的水 用得非常的節約 非常的精緻 是 還可以recycle 所以他們很多都省水的工業 還有他們的那些 那些廢水啊 污水 他們經過再循環 他們的污水的再使用率 高達百分之 將近一百 我們台灣就是 用完以後就丟掉了 所以這個應該好好學習一下 你看 亞洲百年企業之行 比比看 美國的百年企業之行 所以我從這家 政府社會說 揭露出來了 如果沒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這在講說 為什麼人家企業能夠做這麼長久 你懂嗎 你對這方面有興趣嗎 你們不是研究企業管理的嗎 你們真的有興趣嗎 一家企業為什麼能夠長久的 不摔啊 能夠經營一百年 日本很多這種企業 沒有 台灣有沒有這種企業 超過百年的 曬雨累積 台灣有什麼企業企業 超過百年的 台糖 油局 台鐵 還有一家書局 叫瑞城書局 台灣是有幾家 但是日本的比較多 美國有好幾家 你看美國 這都都是 都是 你看 1902年創立的 Bariat 1927 還不到一百年 Merk 已經超過一百年 1928 1901 都超過一百年 1945年 Walmart Disney 好多的 百年之久的企業 他們有什麼特質 可以研究一下 這本書 這兩個作者 他就列出 用陰陽的方法 他真的談陰陽 他說 內在 他務實追求利潤 外在 利潤之外的目的是什麼 他搞得很清楚 他就說 勇猛的改變他的行動 真是內在 對外的話 他相當固定的核心價值觀 這是內在 這是外在 講錯了 左邊是內在 右邊是外在 他列出好多的東西 他用陰陽的概念 歐洲有百年期耶 歐洲有百年期耶 怎麼樣讓一個人能夠長久 就是 要累積一個人情的話 要累積他的性 對於一個人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你知道嗎 好 不知道 沒什麼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有 是 你有